花蓮发生7.2级强症三崩地裂建筑物倒塌 惊悚画面透过媒体不断放送 加上后续大小余症不断 无论受到伤害或损害的程度有多少 都造成民众心理负面压力 临床心理师表示 善用安心五宝幸运同转改 可以帮助民众在困难时期保持平衡和稳定 他的谐音就是当我们碰到不幸 他因为我们来感觉最好 我们大家可以透过这句信运同转 一起往信念的方向一同转运过去 我们来分别看看信就是指信仰 信就是我们自己有各自的信仰 大部分佛道教的朋友 在发生灾情之后 我们可以透过收音拜拜 参加法会或者打坐这种方式 来让大家镇定心情 那基督信仰的朋友 也可以透过祷告 可以透过去忘弥撒 去做礼拜 让自己的心灵能够安定下来 那关于运的部分就是运动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安身之后 能够保持这个运动的习惯 比如说去跑步 爬山 游泳 那第三个信运同的同伴 是指我们可以寻求亲友 甚至是网友 我们透过社群网站的连结 大家去寻找这个同病相连 的人互相倾诉 互相之指转 就是指转移一下重心 转移一下我们注意力的焦点 不要一直在看灾情的报道 比如说出去旅游一下 有一个小旅行为旅行 那最后一个是改观 在幸运同转之后改观 改观就是不但会不幸 或拍文的事情 损失来做解释 而且可以使我们的人生观 做一点调整 比如说在发生灾情 或看到别人不幸的时候 我们才会更珍惜 自己当下的亲情友情爱情 卫生局表示 目前台北市设有中正 万华文山及北投等四处 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12区设有13处 社区心理智商门诊 提供心理智商服务 并由卫生局 补助部分智商费用 确实在发生重大灾难事件 或警直事故之后 那这一些可能你会有亲自 目睹到这一些灾难的现场 那再加上媒体 一直在持续的报道 一些灾难的现场的这些画面 那确实都会造成我们心理上的 一些负面的压力 然后一些情绪一直持续的存在 那如果我们有这些状况发生 我们要如何去让自己能够安定下 我们的心情呢 那除了第一个时间 我们应该要尽量减少 或是暂停 对于媒体这一些资讯的收听或收看 尽量减少改成定期的去收听 那再来我们要善用安心如宝 来让我们的心情安定 然后慢慢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回归日常 卫生局呼吁民众或身边亲友在灾后 若出现焦虑失眠麻木或疏离等心理反应 可拨打卫福部24小时1925安心专线 或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咨询专线 02-3393-78885寻求协助 帮助恢复心理健康与生活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